本节目有好书宝牌 黄金油焦丸特约播出 总谈酒盒 还你好 饭又好书好 有警示的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雨宾 节目开始之前 先进入咱们这一期的警示快讯 老人突发脑梗 路过民警及时送医 这是发生在丹东市街头的一幕 视频中的老人正走在路上 突然他往后亮腔了好几步 然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了 周围的群众被他的异常举动吓了一跳 赶紧围络过来一探究竟 他办出研究工作 出来的时候他能这么凶 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那个老头就为了一帮老百姓 在上前去看怎么回事 老百姓说这个老头可能是脑梗 就走不了道了 也不会走 就说不了话了 意识也不太轻 七套派出所的民警路过此地时 群众已经给老人找来一把椅子 可老人在椅子上休息片刻后 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事不宜迟 民警见状赶紧打开车门 腾出空间 与众人一起将老人排上车 送往医院 并与办事处说明情况 稍后再处理公务 可能应该怀疑是脑梗 或者是老一帅 然后我们打120 可能120大声还没有测 这个民警给他包上车 然后给他背到这个 背到这个急诊室 由于送医及时 老人脱离的危险 接下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关心的相关法律问题 都有哪些 张先生问交警部门 未做出责任认定的事故 如何处理呢 律师回答说 交通事故之后 一般应先由交警部门处理 由交警部门做出责任认定 当事人因未提供相关证据 现场变动证据蔑失 交警部门无法认定案件事实 和事故责任的 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那么如果您有涉及合同房产 债权债务 建设工程等方面的 纠纷需要法律咨询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 拥有专业的律师团队 欢迎大家拨打 法律咨询热线 024-3112-7786 024-3112-7786 偏僻山村 半年之内 13副棺材离奇消失 用料普通 却屡遭盗窃 石皮村的棺材有何秘密 消失的13副棺材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葛洪药膏 益筋药 濃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膏 老曼芝 咳痰痰 农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老曼芝 咳痰痰 还咳嗽呢 农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农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 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 从采呆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农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斤鲜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农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是宝 老门之 何坛喘 农坛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和谐中华 雨露滋润 和肥贵 有景色故事 这里是北方景诗 各位好 我是渔滨 这个村子名叫石皮村 位于新渝市芬夷县前山镇 这里发生过一系列让人有点渗得慌的事情 村子里的十多幅棺材陆续地失踪了 原本普通的村庄也因此变得不普通了 甚至有些诡异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分一线的张先生今年62岁 老家在当地的前山镇石皮村 几年前他搬离了居住的乡下旧宅来到县城居住 那天张先生和弟弟经过无人居住的老宅 结果惊讶地发现老宅的门竟然打开了 张家老宅位于马路旁边四周人烟稀少 在二楼的阁楼里张先生存放着两副棺材 已经有七八年时间了 他说这是为自己和妻子准备的 可是张先生和妻子身体健康 怎么会在老宅里早早地准备好两副棺材呢 农村习惯因为风修习惯一般 满了数十五十就肯定要做这个东西 顶别好了就心里更踏实 原来按照当地的风俗 村民到中年以后便开始着手 为自己的未来可能遭遇的不测做打算 而储备新的棺材则可以让自己安心 寓意延长寿命 因为这是农村的风修习惯 应该是普遍 因为这上了四十五岁以上的 一般把这个棺木搞好了 一般是牙手就是震动年纪 这个意思 张先生也同样按照当地的风俗 为自己和妻子准备了两副棺材 然而正是这样有着特殊寓意的东西 却不翼而飞了 很多东西都没有这么多 这个棺材就心里肯定好能收拾 没有想过也没听过这个东西 我们少了年纪的人还是不习惯 一下子还端不过来 张先生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不过民警觉得 或许是张先生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记错了棺材的存放位置 两口棺材可不是小物件 它们又大又重 一般人很难搬动 张先生仔细回忆说 自从买回来以后 他一直没有移动过棺材 难道真的会有人偷棺材吗 齐安市太和县也发生了一起 棺材被盗案件 被偷棺材的用材 是珍贵的金丝楠木 那么张先生的棺材 是不是也用料讲究 以至于惹来了窃贼呢 买的 说是发一千多块钱 包括注意期 基本上就发到三千多块钱 一般不会用到这种贵重的棺材 所以我们在分野县城的乡下 一般贵重的豪审 一般都是沙木 张家老宅存放的棺材 只是普通的沙木棺材 并不是贵重的木材 盗窃者为什么会偷这样的东西呢 开始建议良心 我们不会怀疑 可能是拿着家里自己穷 没钱准备老人家了 然后偷去自己给老人家用 或许只有这样的推测 才能勉强解释 张先生家两幅棺材被偷的原因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有一次一天接了三起还是四起 就是四幅一天 就是四幅就说病到了 在与张先生的两幅棺材 失踪不久后 十匹村里其他村民家的棺材 也陆续离奇失踪 总数竟然达到十多幅 原本平静的村庄 开始被一种离奇诡异的气氛笼罩 我们也觉得好奇怪 因为这个东西按照那个风是习惯 翻的人都不会动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看得非常奇怪 就是搞得当时的什么都好紧了 偏僻山村 半年之内十三幅棺材离奇消失 用料普通 却屡遭盗窃 十匹村的棺材有何秘密 消失的十三幅棺材 北方警示正在播出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法治辽宁 大家齐努力 有请社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经过对这一系列案件的梳理 民警又发现了一个 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分一线的农村里 也有不少人家存放了棺材 可是呢 窃贼却仅仅选择 石皮村进行盗窃 难道这石皮村的棺材里 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吗 经过调查民警判断 盗窃棺材的是同一伙人所为 棺材体积较大 邪迷人必定会借助 交通运输工具进行运输 排查这种车辆 然后就发现到了晚上 经常有一辆 那个白色的金杯车子 然后出现在这个花园之外 金杯面包车长五米 宽两米左右 在拆除车内的座椅之后 完全可以放下几幅棺材 而他每次都是在凌晨时分 出现在石皮村附近 在石瓶中 民警也获得了嫌疑人 较为清晰的影像 因为那个人之前 说实话也比较省 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人 这名被民警一眼认出的嫌疑人 名叫张勇志 分以本地人吴燕 曾多次因为盗窃被警方处理 11月26号 张勇志和同伙张华生 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张勇志和同伙张华生 为什么要偷这么多棺材 这石皮村的棺材 真的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回想起第一次偷棺材的经历 张华生仍然心有余悸 怕了 我当然怕了 那个心里崩溜不溜的 快要崩溜一样了 我根本不敢去 那个时候 心里我还是怕 随着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条件 得以改善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定居现成 石皮村里的人员也日渐欺少 这也极大地降低了 他们在偷盗过程中 被人发现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这个村庄 坐在家里的 坐在家里的都比较少 一般一个村庄里面 一般就是坐在几个人 几十四个人 棺材的重量 重达上百斤 丸东的一幅棺材 如果单凭两人的力气 也很难搬动 他们究竟是如何搬走的呢 他以为他撒了下来 先搬着 先搬着 然后我们就排在这边 他那个棺材都有几百斤了 两个人不可能抬动 他们就把它拆成一块一块 一幅棺材总共是拆成六块 他们一块一块搬着车上去 然后偷走 但是通过调查 民警就发现 嫌疑人张永志 并不是以木头的方式进行处理 而是以整幅完整的棺材 进行销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嫌疑人动起了偷棺材的想法 又是什么人 竟然会购买别人手里来路不明的棺材的 他看到人家家里面 老房子里面放了一幅棺材 然后就去询问 询问他的朋友 是不是通过什么途径 能把这些棺材销售出去 他认识的这个人 他说可以销 他村里有人要 然后就动起了偷棺材的念头 张永志经过多方打听 从朋友处得知 一处某地能够销售出去 而且利润比销售木材高出很多 后面我们就进行了一次跟踪 然后就发现了 这番茄的销网地点 那都是销网 遗孙在下乡 他们也是通过几层几层 然后小偷卖给这个收购的 然后收购又卖给他同村里面的人 经过调查 在在下乡较为偏僻的村庄 当地老人的丧葬观念 仍然停留在土葬上 两名嫌疑人正是利用这一点 将偷来的棺材运往当地进行销赃 因为价格低廉 销量十分火爆 他是一千多块钱就销售出去了 本来打一个这样的棺材 现在供价率比较高 打一个这样的棺材 最少要两三千 他销售率只销一千多块钱 所以买这里比较多 所以他销入比较高 就这样 协议人以每副棺材 一千四百元至一千六百元 不等价格进行转卖 而在嚣张的村落 当地村民也因价格低廉 被蒙在了谷里 他们也是骗他们的 说什么火葬厂不准土葬了 然后这些棺材要低价销售 可能他们有些人心理清楚 这些棺材来路不明 但是价格便宜 他们就买了 随着嫌疑人偷盗的次数 越来越频繁 他们的内心也更加肆无忌惮 加之存放棺材的老宅地处偏僻 偷盗过程中 一般人很难发现 然后后面偷了一次之后 慢慢的 这个心理还不错 一个晚上一千多块钱 来得很轻松 然后后面就慢慢就不怕了 然后就越偷越多 越偷越疯狂 石皮村位于芬仪的山下